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化工系的陈晓 如图所示的这个筛子 我想大家一定都见过 也用过 它是用来筛面粉的 然后我手里的这个 也是一个筛子 只是它是用来筛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分子的筛子 它叫分子筛 分子筛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处处都可以看得见 有如图像我手中的这个面粉一样的筛子 有这种圆形的柱状的 以及像粘块一样的这个筛子 大家肯定也看到了 它除了形态不一样以外 其实它的颜色也是各种各样的 分子筛在我们的生活中 处处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比如说它可以以非常低的价格分离出来 我们空气中的氧气 供给医院的病人进行呼吸 同时呢 它还可以做成不同的颗粒 来过滤掉泥沙 以及净化我们水中的鎂和钙 然后软化我们的水质 同时呢 它还是一种非常好的食品添加剂 其实分子筛更广泛的用途 适用在我们的工业中 如左图所示的这个大装置一样 在这个内部呢 它的分子筛其实可以催化裂解 得到我们生活中汽车所需要的这个汽油 大家可能不知道70%的这个汽油 就是来源于我们分子筛的催化裂解 同时呢 我们的分子筛还参与了80%的催化反应 其实我们的分子筛在其他的领域 也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优图中所示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捕获 二氧化碳的分离 以及这个生物质的转化 然后还有这个汽车尾气的处理等等等等 所以呢 分子筛它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构建着我们绿色低碳美丽的和谐的家园 分子筛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 它是怎么被发现又如何发挥它的作用的呢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得不提一种矿物 叫做废石 废石它是1756年由瑞典的矿物学家克朗斯特德 在研究它的一个玄武岩的过程中 无意间发现的 那这个废石 顾名思义是沸腾的石头 确实有这么一类石头 能够发生沸腾的现象 它会产生轻微的气泡 或者是轻微的沸腾的现象 是由于这个石头内部的孔道 由于吸附了水分子而发生了沸腾 在吸附小分子的过程中 它就有选择性的吸附一些分子 而有一些进不了这个孔道里面 这样的话 它的另一个更为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分子筛 它就像筛子一样 过滤掉一些大的分子 而留下一些小的分子在孔道里面 筛掉一些留下一些 所以它叫做分子筛 分子筛 1930年 我们的人类呢 首次解析出了它的经体结构 那人类又马不停蹄的 合成出了我们的人工分子筛 那么到了50年代到60年代的时候呢 其实人类已经能够发现很多的 这个具有商业意义的分子筛 同时呢 新的分子筛和它的新的结构 也在不断的涌现 它的问世呢 其实是解决了我们工业界 这种本和甲本这种结构 非常相近的分子难以分离的 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难题 刚才讲了分子筛它的应用非常的广泛 它的由来也非常的久远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其实分子筛的结构像我们的乐高一样 它有这个初级的积木 这个小方块 经过我们人类富有创造的双手呢 又能够搭出来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动物也好 城堡也好 各式各样的 分子筛也一样 它其实初级结构就是这个铝归零的这个元素 组成的一个归氧四面体结构 刚性的归氧四面体 然后呢 通过氧和氧之间的原子桥连接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形成环啊 棱镜啊 各种各样的拓扑结构 如佐图所示 科学家合成出来的 β分子筛 以及具有MFI结构的ZSM5分子筛 这些分子筛 孔刀尺寸是不一样的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具有开放的 笼状的框架结构 那么特定的分子将能够 陷域在它这个笼子里面 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被这个专业的分子筛机构认证的 拓扑结构类型 已经达到了251种 其中呢 40多种是天然的这个托扑结构 那剩下的210多种 都是我们人工合成出来的分子筛 刚才讲了分子筛在孔道内呢 能够进行吸附扩散 以及这个传递 分子在孔道里边 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呢 那以往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吸附托付 或者是热视重的这个行为 来告诉大家 分子从孔道里面出来了 那随着技术的进步呢 X射线演射法能够告诉我们分子筛它的一个原子结构类型 但是呢 仍然无法探究这个分子筛的孔道里边 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然而呢 我们的科学家就根据这些宏观的实验数据 搭建了这么一个模型 可以从这个模型里边看出来 这个分子A在我们的孔道里边非常自如的进出 同时呢 遇到活性位点的时候 这些分子就会进行加氢反应也好 奇化反应也好 等等等等的 在这个孔道里边进行丰富的催化反应 以及呢 这个水分子会从我们的这个孔道里边跑出来 这是科学家通过宏观的实验 告诉我们的一些结果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我们眼见为实 看到这些分子从孔道里边跑出来呢 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那这就要借助一种特殊的显微镜 来看这个分子的跳动过程 那显微镜的历程呢 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如果说光学显微镜的问世 解决了我们对于微观世界认知 它是第一次飞跃的话 那么电子显微镜的问世 其实是进入到了第二次的一个飞跃 电子显微镜呢 它是以电子作为传播介质 大家知道电子它的一个传播波长 要比我们的可见光要短得多 所以它的分辨能力 要比我们的显微镜要好得多 所以呢 我们就能够解开细菌细胞DNA 这一类的结构 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 求插矫正器的问世呢 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能看到这些微观的原子结构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能够加入一些光电力气体 以及液体这样的外部环境 在这样的刺激下 看这些原子结构的一个变化过程 也就是我们求插矫正器的问世 使得我们这个现代的电子显微技术进入到了一个皮密时代 什么概念 相当于我们能看到我们头发丝百万分之一的一个分辨水平 刚才讲了我们的分子筛 它是一个多孔材料 这样的话呢分子能够进出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电竞里面就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这个高能的电子数和我们的这个多孔材料 在作用的时候不可避免的 其实就会对我们的这个材料造成一定的损伤 所以我们刚开始得到的图就如左下图一样 是一个非金的一个结构 这个不是它的本正结构 事实上是由于我们的电子数 把它的这个结构给打坏了 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呢 这个发展起来的这个叫做积分差分相位称度成像技术 也就是我图中所写的这个IDPCSTEM技术 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这个多孔材料 在电子数里边容易被打坏的这么一个问题 高中的时候我们都学过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上元素在这个图中都能够非常清晰的展现出来 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技术 首先研究了和我们的分子筛结构非常类似的另一种多孔材料 它呢叫做金属有机骨架 为什么要首先用它来验证我们这个方法的可行性呢 因为它的这个结构里边还有铁和个这类比较重的金属元素 所以呈现起来可能更清晰一些 果不其然我们拍到了全世界目前来说分辨率最高的一张图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特征的这个孔结构 分别是29个I和34个I的笼状结构 这得益于它非常高的一个分辨能力 这个是目前来说我们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分辨水平 那么我们就将这个技术用在我们更为感兴趣的分子筛里边 刚才讲了分子能够进出我们的孔道 那分子在我们的分子筛孔道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 以前我们都是宏观实验 或者说我们是通过想象 有可能它在里边是一个类似于布朗运动一样 自由旋转的这种形式 那是这样的吗 我们不知道 没有达到眼见为实 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 这个呢其实起源于我们这个古代的这个指南针 那指南针它能够非常明显的能指示出来我们的南和北 我们如果将一个分子和我们这个孔道非常匹配的一个分子 放入在我们这个孔道中的话 有可能它能够指示出来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应力的变化 我们分子进出孔道 其实是由于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看不见的立场 所以呢它分子能够在里边待着 为什么选择对二甲本分子呢 因为对二甲本分子和我们的这个孔道的尺寸是非常匹配的 它有两个对地的甲基 对地的甲基呢能够维持它在我们的这个孔道里面 是一个立者的旋转的状态 果不其然我们这个分子在孔道里边 确实和我们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它在这里边只有四个非常舒服的状态在待着 而这四个的状态呢能够完全反映出 它孔道里边的一个立场的一个变化 而这个分子呢就在这四个方向上不停地旋转运动 甚至是从孔道里边跑出来 这就好比我们的指南针四个方向上放了四个磁铁一样 那这个分子呢只能在这四个方向上来回地转动 那么刚才讲了分子静态的在孔道里边它是转的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观察到分子筛 筛分子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分子进出孔道是什么样一个形态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将这种工业的应用的气体通过控制柜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电竞里边 那在这个电竞里边来观察我们分子 进入我们孔道以后引起的变化 这个可就厉害了 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 它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或者自由旋转 不是这样的 首先映入眼帘呢是如右图所示一样 它非常圆的十元环的一个圆的孔道 当我们分子进去之后 会把这个孔道撑到15%的一个巨大的形变 这在以前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完全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边 分子筛是刚性的一个骨架类型 刚才讲到了是一个归氧四面体 通过氧桥连接起来的这么一个实元环 但是这个实验告诉我们 它确实是发生了一个15%的一个巨大形变 然而整体上我们还没有看见 它宏观的一个任何的变形 通过我们不断的实验可以看出来 原来这个分子进入孔道之后会引起它巨大的一个形变 那反过来当分子慢慢的从我们这个孔道里跑出来的时候 这个孔道又慢慢的恢复了它的原型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孔道的结构决定了我们这个分子进去的一个优势构像 可以看出来它就这几种构像关系 同时呢 这个氪体分子进去之后呢 又会影响到我们孔道的结构 也就是说这个氪体分子和骨架之间就是一个主体和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个行为 科学家总会喜欢问 为什么 我们做研究也喜欢问 为什么它就能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形变呢 从左边的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出来 原来认为的这个非常刚性的刚才讲到的这个归氧四面体 其实在它连接的这个氧桥的位置发生了一个从135度到153度的一个巨大的拉伸的形变 这就破题了 原来这个分子筛在整体维持刚性的同时 事实上它局部发生了一个近十几度的一个拉伸 我们说了分子筛就像乐高一样 能搭出来不同的拓谱结构 事实上不仅能搭出来不同的拓谱结构 还能搭出来不同形态的这些分子筛的结构 如这三张图所示 左图是我们受中国的这个损帽结构的启发 设计出来的这种损帽结构 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分子在孔道里边的传递扩散 而设计出的这种三明治结构和多极孔结构 这三种结构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了非常优异的性能 那我们不禁会问 它的微观结构也一样吗 果不其然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的这个损帽结构 它的孔是非常的通透的 但是在它的界面上会有有序的养控位产生 而这个有序的养控位就会造成我们骨架里边路易酸的增强 这个路易酸其实是它的一个反应的酸性位点 而它的增强会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合成气质 吸听这个产物的一个转化力和选择性 刚才讲的这个三明治结构和多极孔结构呢 也能看出来原来三明治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项 比如说我们中间它是AEI 也就是不同的拓普结构 AEI的拓普和CHA的拓普 不同的连接组成了我们这个三明治结构 而这个多极孔结构呢 可以看出来它没有发生分项 而是这两项非常均匀的混合在了一起 而正是由于它微观结构的差异性造成了我们宏观性能的巨大的差异 刚才讲了这个酸性位点 那么这个酸性位点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我们通过图像直接看出来呢 那就需要我们更精细的来设计 我们首先呢用200度的时候加热一个小时来去除 刚才讲到了这个范德华立场的一个作用 紧留下这个轻件的作用 这个轻件其实和我们这个酸性位点 也就是它的反应活性的中心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首先将比定分子放在里面之后 确实是看到了这个非常清晰的和我们教科书上长得一模一样的本环分子 这也是我们首次实现了用我们的透射电竞来观测小分子 然后呢可以看出来 原来这个六圆环上的六个原子居然长成这个样子 而这六个原子中的蛋能够完全和我们的酸性位点一一对应 我们后期呢通过统计发现这个酸性位点其实和我们之前认为的随意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它会有一个概率分布 也就是说这个分子它也有它特定的反应爱好 不是说随意的哪个位点我都能发生催化行为 更进一步的刚才我们能看到酸性位点了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加持下更好的设计这个分子筛催化剂呢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种氧化物和我们的分子筛 偶合来进行我们的催化反应 果不其然我们居然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也就是我们将氧化物和分子筛偶合之后 能够将我们认为不是很有利的不是很有好的这个二氧化碳 通过我们的这个偶合的符合的催化剂 一步能够进行家庭反应 致得飞机所需要的航空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既解决了我们的这个环境问题 同时还制备出了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能源材料 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 事实上是经过了我们五年 甚至是前一辈我们之前的学长的很长时间的积累才做出来的 所以呢做科研其实比较枯燥 但是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通过这些很有意思的结果 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科研或者是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这个方向其实之前是非常非常的冷门的 没有多少人做 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 我们慢慢的让我们这个看起来比较冷的方向 慢慢的在热起来 也让我们这个小的领域里边的这个研究者科学人员 在朝着我们这个认为很有趣的方向在发展 不断的追逐探索 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双手 用我们的眼睛告诉大家 分子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也希望我们能够设计出更好的催化效果 更优异的催化剂 也希望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